来自全国75支队伍 300位选手起居一堂 110学年度第43届中正杯 全国六兵锦标赛之一的曲棍球项目 在草屯石川曲棍球场开打 希望可以透过全国比赛交流 来提升双方的实力 也让选手们在比赛中展现自我的训练成果 这次来自全国总共有75队参赛 首先我们感谢南投县政府 以及南投县华文学兵委员会 这么好的优质的场地 五星级的场地 我们办这个赛会 我想直排人曲棍球 它是一个非常活泼 年轻的一个非常好的运动 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年一度的全国赛会 聚集各地来这边比赛较劲 也让郭清少年的人来这边 好好地发挥他们的一个专长 驱棍球挥杆及传球时的球数几块 考验选手的反应和控球能力 球员间激烈征球 射门是赛事的一大看点 每位选手们卯足全力认真投入 展现平常训练的成果 及团队合作精神 很多人都还蛮厉害的 就是打起来就是很紧张 很有竞争 他们的每个人的控球 还有射门都很快 可能就是团队配合末期要再好一点 他们过人技巧跟防守技巧都不错 所以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防守呢 就是很常漏人 所以可能会被失分或怎样的 就是非常快啊 然后我觉得他们很多技巧都比我们 我们队上的好 我觉得这都我们还要再多学习 南斗县流兵委员会主委 现议员简赤胜表示 曲棍球竞赛是一种结合力量与速度的运动 也讲求协调性 其许每位选手都能够发挥实力 让这项运动持续发展 获得佳击 因为他们的打球 他们是一个团队性的 所以他们的团队精神很重要 也要鼓励到我们这些学生 我们这些学子能够进行的发挥比赛 希望我们大家民众能够来永远来参加 来观看来观理 比赛分为国小国中级高中等主别 要在这么激烈的竞赛中脱颖而出 确实相当难得 竞赛日期到12月12日 欢迎对区棍球运动有兴趣的民众 永远前往观赛 为选手加油打气 记者洪一轮草屯镇采访报道